韩红锦用五个字 就奠定了华晨宇乐坛法师的地位 而在前段时间 华晨宇自封 《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被网友们直接骂上热搜 在粉丝疯狂地簇拥下 华晨宇一脸傲娇地反问 面对粉丝的追捧 他反而更加兴奋 张嘴再一次挑衅整个华语乐坛 言下之意就是 一般人听不来也不懂欣赏 在自夸这一点上 华晨宇真的是一点不谦虚 要知道快二十年过去了 看各大音乐平台播放最多的歌曲 却还是周杰伦张学友的歌 他们都还没敢说自己是神 也不知道华晨宇哪里来的勇气 难道是梁静如给的吗 试问你能一下说出 华晨宇的三首代表作吗 反正沈腾不能 在央视直通春晚的舞台上 华晨宇翻唱了一首张国荣的 《我》 尽管他的高音炫得挺高 观众也很是捧场 却被王杰一针见血指出毛病 王杰这句点评 简直说到了网友的心坎上 毕竟纵观华晨宇唱过的歌 无疑不是高音乱吼 为了唱歌而唱歌 而今在大湾区网会上的一首大地 更是让华晨宇月潭之神的宝座 彻底掀翻 他一张嘴就惹得六公主黑了脸 直接把这首歌一剪眉 可见在任性的六公主跟前 任何一个明星都没有特权